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6月16號 已經下午一點了 那這個是先鋒斧 先鋒斧我掛了16個小時 那16個小時獲得8把鑰匙 所以說大概可以知道說兩個小時一把鑰匙 因此一天24小時就大概會有12把鑰匙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活動 活動的話基本上他有14天 那14天的活動呢你會有12天 他可以從這個每日活躍寶箱獲得 還有這個掛機掉落 那每日活躍寶箱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共是一天15個 因為20 40 60 80每一個這個 階段性的任務都可以獲得三把鑰匙 所以15x12是180 那一天來講說兩個小時兩把鑰匙的話 那就是說一天24小時會有12把鑰匙 那12x15的話 對不起 12x12的話就是144把鑰匙 因此無課的話 那個每日任務會有180把鑰匙 然後這個基本上你那個掛機獲得的話應該是有144把 所以這樣就是324把鑰匙 我不確定我們算錯 然後再加上這個奇境太閒的100把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大概400多把 那400多把的話每一層36保底的話 真的很衰的話全部都36的話至少一定會到第10層 但是到第20層的話 720保底的話就真的要看運氣了 你可能要 歐個好幾層你才可以就是說無課 抽到神魔 所以會有些困難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說你 你如果說你每天去課這個日禮包 日禮包這個 一塊美金的這個8把鑰匙 也就是8乘以14 為什麼是14因為那個課金的禮包多兩天嗎 12加2 所以說8乘以14的話是112 多了這112把鑰匙的話應該要課到一隻神魔不是問題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以這次活動 他的神魔改成了 是第20層才可以選擇神魔的話 那麼就代表是說 除非你真的很歐 得無課你才有機會就是免費獲得一隻 鳳凰或是冰魔 那一般來講 你可能還是每天課個 一美金 八把鑰匙這樣子比較保險 因為如果說你已經有意願要課金的話 那你斷個幾天沒課的話 有可能你後面就是為了少那個幾層去 去要去買一些比較不划算的那個禮包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